1847年10月中旬,洪秀犬、冯云山和卢六等五人走了百里地,来到甘王庙前。 洪秀犬找到一根长竹竿走进殿堂,将甘王像捅倒在地。 他边捅边骂甘王,抢了上帝座位,唯非作歹。 大家上前把甘王像的眼珠挖出,龙袍扯碎,手脚折断。 当冯云山与洪秀犬重新会面后,他们即将在紫荆山全面铺开自己的传教事业。 此后,拜上帝教的会员将从两千人迅速扩张到几万人。 一直到今天为止,大量历史文献对洪秀犬传教内容说得都比较模糊, 以至于读者们搞不清楚,为什么拜上帝教能传播得这么快, 为什么能凝聚这么多人走到太平天国的旗帜下。 所以我必须先解释清楚洪秀犬的思想理念, 再来谈他们传教过程,否则大家理解不了后面的故事。 了解拜上帝教,要知道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上帝到底指的是谁,他们到底在拜谁。 洪秀犬从劝势两眼里获得的最大灵感是找到了一神说的路径。 中国人几千年来摆各种菩萨、神仙、星宿、土地等等, 组成了一个十分拥挤的神佛体系。 洪秀犬从基督教里的一神说获取思想养分, 认为天上只有一个先秦古籍所记载的上帝, 而且这个上帝跟西洋各国崇拜的上帝就是同一个神, 其他各种神仙全是后面的妖魔鬼怪假扮的。 他联想到自己这么刻苦读书, 依然连个秀才都考不中, 就是因为他相信文昌星和魁星, 这些是妖魔鬼怪,乱了他的心神, 也坏了天下大部分读书人的元神。 只有信奉真正的上帝, 才能找到人生的出路。 世界许多文明都经历过从多神教走向异神教的历史。 古埃及、古罗马、古波斯曾经都是多神教, 后来这些区域都慢慢发展成了异神教。 只有中国和印度一直是多神, 但中国自古正全力压神权, 神仙在中国更像是心理学情感大师, 帮百姓调节情绪用的, 百姓也没太把他们当回事, 保佑的好就香火不断, 保佑的不好就要拆你的庙。 中国神话故事里, 连龙王都会被八匹抽筋, 神仙也会被猴精打得满天乱跑, 实在没什么面子。 神仙在中国更像是订了契约的精神服务商, 不是拿来顶礼膜拜的。 当然从历史经验上来看, 一神教能替代多神教, 一定有其历史规律。 毕竟少败几个神, 平时也能少操几分心。 洪秀全认为, 社会的露俗恶习都是邪魔误导的, 人世间的痛苦都是因为真神没有归位, 他可是在梦中见过上帝的人, 能证明上帝是真实存在的。 1843年第四次考杂后, 洪秀全产生了极大的逆反心理, 他认为儒家祖师爷孔子就是邪魔之一, 是孔子祸害了天下读书人。 要树立真神的绝对权威, 在世间必须先掀翻孔子的地位, 其实是借真神打倒孔子, 表达内心深处对科举的强烈不满。 为了传教, 洪秀全还编造了一个梦中故事, 说上帝当着他的面怒斥孔子, 叫人糊涂了事, 只凡人不认识我。 天兄基督也在一旁帮腔, 说孔子编出来的书害了他的二弟, 上帝要那鞭子抽孔子, 孔子吓得跪下讨饶, 还是吃了许多鞭, 痛得苦苦哀求。 洪秀全、李靖芳、洪人干、 冯云山四人都是民办教师, 他们都急憎恨这世间无出头之日, 达到孔子这种权威人物, 象征着他们对压抑环境的宣泄和反叛。 这里头四人, 只有李靖芳没有加入太平天国, 他很快就淡出了团队, 消失在历史资料中。 其他三人都死在后面, 他们引发的战争里。 紫荆山深处吃尽人生苦难的探工们, 当然乐于见到权威被打倒, 从而获取内心的快感。 而天下没有公民的读书人, 也赞同洪秀全的观点, 所以卢贤拔、 曾水源、曾昭阳、 何振川等没有公民 或者有一点公民的人, 才会陆续汇集到洪秀全的身边。 洪秀全的文化水平应该不算低,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大专或本科水专。 过分低估他的学识, 贬低他的认知, 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但他的宗教观确实较为贫弱, 那是中国神话和西方异神教的浅层次结合, 是他用来表达对清末社会不满的表现手法。 他早期应该也不是很信自己的理论, 要不怎么可能四年后跑去广州洋人传教室那儿求职。 堂堂上帝的二儿子, 董事长的亲仔, 跑去给公司名下一名微不足道的小猪馆打工, 这像话吗? 他对基督新教的认知不深, 也就读过劝识良言后, 在广州自费实习期间, 又读了两个月的新约和旧约。 学习时间太短, 后面太平天国建立的各种宗教理论和规矩, 都是把新教的东西抄过来改一改就用, 其根基相当肤浅。 他第一篇重要作品《原道绝世训》, 就出自这种简朴的世界观, 确立了上帝的地位, 并塑造出阎罗腰的反面形象。 这个阎罗腰对应的应该就是基督教里的撒旦。 拜上帝教真正吸引人性的背后, 是他们所传达的求平等、求公平、求生存的认知。 这种认知尤其对客家人的胃口。 其实任何一个王朝末期, 举起旗号造反的人, 最重要的都是求平等三个字。 前面说过, 客家人为了同本土人争夺土地、水源, 以及对祖宗的祭祀权, 常年泄斗使其保持着较高的武力值。 而且他们女性不裹脚, 行动起来方便, 可以做到全家一起入教造反, 行李一卷, 跟着队伍就走。 他们是出于反压迫, 才会成为后面造反的主力。 不过洪秀权原本没打算造反。 很多宏大的历史事件在发生时, 主持者其实都是走一步, 看一步的。 洪秀权痛恨满清统治, 但这时他还没有造反的打算, 毕竟这是要掉脑袋的。 他跟冯云山打算先把事业干起来, 后面会怎么样, 后面再说。 洪秀权开始完善拜上帝教的理论工作, 他带来了 《原道旧事歌》、 《原道省事训》、 《原道绝事训》三篇文章。 冯云山则带头发动本地知识分子, 由卢贤拔、 曾水源、 曾昭阳、 何振川等到基层宣传。 这四人里头除了何振川是秀才, 其他三人混得最好的也只是私塾老师。 是这些人日夜不停地抄写文章四处散发, 才保证了宣传工作的执行。 谁能想到, 动摇满清200年统治根基的, 竟是这一群普普通通, 拿着1500元月薪的, 客家民办教师, 读书人不好惹呢。 洪秀全的宗教宣传文章, 深度确实不够, 但好就好在粗浅接地气, 文盲村夫们都听得懂。 经过扎根底层的大力宣传, 周边城乡都知道, 紫荆山来了为奇人洪秀全, 人人都敬佩得紧, 大批穷苦矿工、 农民、烧炭工都入了拜上帝教, 甚至向当地地主增天养无辱孝, 因为听到洪秀全威名, 也皈依了教会, 宣传的力量是巨大的。 多年以后, 当时24岁, 还只是一名苦力故宫的李秀成回忆说, 每村每处, 皆稀有洪先生而已, 到处人人恭敬。 拜上帝教, 将除上帝以外的神明都归为邪神, 不能立宗祠的客家人对此大为欢迎, 这表明当地人搞的神庙都不是好东西, 我们不能败, 他们也不能败。 来到紫荆山两个月后, 洪秀全决定和冯云山, 跟在广州乡下私属打翻孔子牌位那样, 将本地的神庙砸烂, 以团结信众, 打倒神邪, 宣扬上帝是唯一的真神。 他们选择的第一个目标, 是百里外的向州古车村甘王庙。 选择这么远的一座庙, 是因为这次活动具备试验性质, 红人甘因为打翻孔子牌位, 被族人吊起来打的教训没过几年。 其实紫荆山雷王庙人气更足, 但他们不敢贸然惹翻了身边人, 只能挑一个远方的软柿子下手。 1847年10月中旬, 红秀泉,冯云山和卢六等五人走了百里地, 来到甘王庙前。 红秀泉找到一根长竹竿走进殿堂, 将甘王像捅倒在地, 他边捅边骂甘王, 抢了上帝座位, 唯一非作歹, 大家上前把甘王像的眼珠挖出, 龙袍扯碎, 手脚折断。 甘王在传说中是个不好惹的神, 但红秀泉这样羞辱他, 却没有得到一点神力惩罚, 大家更相信红秀泉是天神之子下凡, 一时身微大振, 名振百里, 信徒越来越多。 当地关身, 原本想要捉拿红秀泉, 但担心拜上帝教信徒太多, 事情压不下去, 就开始祸心泥, 让一个小孩假装甘王上身, 说他们其实是诚心之人, 就不伤害他们了, 你们重修我神像就算了, 这件事就这样蒙混过去了。 这里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 一是拜上帝教此时的势力, 已经达到当地关身十分忌惮的水平, 轻易不敢动他们, 被欺负了也只能忍气吞声。 二是神鬼上身这种事, 在广西荒野乡下似乎十分流行, 没有读过书的底层民众, 人人都信, 所以后面杨秀卿和肖朝贵, 也开始玩这种把戏的时候, 才会有那么多群众相信。 推掉甘王庙后, 洪秀全和冯云山的神拳实验, 算是成功了。 尝到甜头的洪秀全, 当然决定趁热打铁。 于是在两个月后, 冯云山带着杨秀卿和肖朝贵, 手持刀棍冲进雷王庙, 将本地香火最旺的庙宇, 也给砸了。 这次要惹的是本土本地势力, 洪秀全不敢去现场, 找个理由去了刺骨村。 洪秀全每次都有办法, 在面临巨大危险或巨大困难时, 选择回避, 而让旁人去承担痛苦和解决问题。 这次替他承担压力的又是冯云山。 雷王庙的后台比甘王庙强大多了, 因为这座庙的主人叫王东城, 王家也是广东过来的客家人, 不过他们早已转型成当地乡身权贵。 王东城是举人有功名, 他兄弟王德钦也是举人, 那年头能考上举人极难极难, 能在广西这种穷地方考上更是难上加难, 说明王家是有几把刷子的。 而王东城的几个儿子也都是秀才, 算是本地功名世家, 是洪秀全他们在考场一辈子达不到的高度, 所以王家被拥为当地组长, 手里头还有一只团链, 冯云山在他们头上冻土, 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此时王家的画室人是王东城的儿子王作新, 他跟叔叔王德钦早就认识冯云山, 冯云山在本地闯出好大的名头, 附近读书人都过来拜会, 王作新和王德钦也常来他书馆银师应酬, 也就是说, 大家都是熟人, 一桌子吃过饭的, 熟人你还搞我, 熟人你还拆我的庙, 那更不能忍了。 当然拆庙这种罪太小, 要找冯云山麻烦, 就得往死里整。 王作新就以冯云山书馆对联, 暂借荆山七彩凤, 辽江子水活骄龙为一句, 说他市里头有造反的意思, 带团链把他给绑了抓走。 对冯云山忠心耿耿的卢六听道, 便带着轿众半路上, 又把他给抢了回来。 王作新气得直奔桂平县衙, 告他结盟聚会, 践踏神明。 直线王烈便拆人将冯云山捉来。 这次是官府派人来抓, 不是民间团列, 卢六党人不敢阻止。 事情发展到这里时, 地方政府这个角色才出现。 那之前拜上帝教闹得那么凶, 清政府不管吗? 清政府管得, 而且管得很严。 可以说为了巩固统治, 满清几百年来一直在钻研玉民术, 为了防止汉人知识分子和宗教分子带头搞事, 这两类人是满清重点防范对象, 一直是严防死守的态度。 洪秀全和冯云山能搞起来, 确实有一点侥幸的意思, 但又有其必然性。 翻开中国历史, 像洪秀全这样以宗教为名造反的人, 其实数不胜数。 宗教是凝聚底层百姓的粘合计, 造反初期时, 装神弄鬼是吸引文盲百姓的最好工具。 清政府当然懂这个道理, 谁想搞这套就先在早期扑灭, 干净利落, 一脚踩死。